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这个话题必定要请他来判断 因为你现在对性里面的是是非非 应该是搞得比较透了 我越搞越不透 我本来以为自己透了 然后觉得写得很清楚 越搞越研究 要做很多研究 到底难对你什么态度 比方说我举个例 可能跟今天话题有关系 我讲其中那个人物龙头老大 曾经没当老大的时候在纪院 然后呢 纪院在客栈小旅馆睡觉 里面很多鸡嘛 很多纪律嘛 很多性工作者嘛 性工作者觉得他没有冒犯 反正你也是客人 我也是住在街里的 然后呢 整天就拉着他上床 觉得好聊上床 那其实他是同性恋啊 他不想啊 可是他不敢拒绝 不好意思拒绝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觉得你是女人 当女人愿意跟我上床的时候 我拒绝你 对你是双倍的伤害 是辱辱 对 男人嘛 觉得好吧 既然你坚持啊 我就不好意思 那我 那今天是绅士啊 是吧 对啊 这才是绅士风度 男人有时候是这样 觉得不好意思 不跟女人上床 可是倒过来就不会了 倒过来男人要上床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啊 可能你所谓的半推半奏 事后就告强暴啊 好像性骚扰 也可能真的是强暴啊 可是这个就很很复杂了 对 如果真是半推半奏的话 那肯定是强奸 怕的就是半推半就 或者说在推与就之间 这个里边有一个还很复杂的领域 你看李安拍色戒 他就是想揭开平常 大家不爱谈的这一幕 但是真实存在于床边呢 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 说实在的 跟我们这个戒别 有一定的关系 我开始呢 有一点心理障碍 我觉得这个同行 我们就不要说 但是呢 他的反应 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新闻界 而且涉及到南方报戏 这个记者呢 姓程 他原来在南方都市报 也工作过什么的 反正现在的南方日报 还是一个新闻的 一个什么采访的助理的主任 老司机 这不叫是不是老司机 至少是个老记者 但是奇怪的是呢 他这件事情 就是说 搞这个女实习生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 据说在他们的这个圈的 这个南方报戏的 这个相熟的记者的 这个朋友圈里 说不意外 说什么 说不意外 说如果发生在他身上 不意外 对他个人平时的品德吧 应该已经有所想法 但是反倒是呢 好像离得更远的 据说就全国的这个新闻圈里的 这个很多微信朋友圈呢 你看离得远的 就有一些人去质疑 就说 这是女实习生 拿她的身份证开了房 跟她上了床 就说这还收了两千块钱 说这东西是强奸吗 就有这种疑问 然后为什么这个话题值得一聊啊 好多女权组织 这个时候又一次宣示存在了 显示力量 他们找到好话题了 就这个就大聊特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我的同学 我们也保护一下她的隐私啊 这位记者 因为因为现在还没有判吧 对吧 还在调查吧 对 你再往下看 你看这就是她跟女实习生之间的 这个微信 聊聊 这个好的 然后呢 就是头一次夸这个女实习生 夸的女实习生很惊慌 说你比以前成熟漂亮多了 然后往下 然后你看这个女实习生 跟她的女同学闺蜜 就在那酒店门口啊 这女孩就是惊慌之下 跟同学发 说怎么办 那个记者要跟我开房 怎么办 然后你再往下看 这是这个网友的调侃了 说媒体行业确实走向校条 记者右肩女实习生 只能去七天酒店 人家金融圈的都是去四季酒店 再往下看 这是南方日报的这个庄严声明啊 你但是也有人说呢 这个关于网传本集团一记者 右肩女实习生的铁文 集团高度重视 已经组织调查 如果情况属实 将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但是有人指出 就说南方日报 把它先定为了右肩 你再往下看 这是这个通报 广州公安 岳秀警方对一女子 报警称被强奸的警情 开展调查 这个小女生啊 自己没想报警 这是女同学 因为她刚朋友求救了 她朋友感觉是一侠女 是吧 结果呢 现在她也搞得很麻烦 就是说 她朋友说 当然要报警 肯定要报警 好 现在这个公安呢 已经重视起来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有点变成公共事件了 又挺 你是当事人 不是 就是你是当事的性别 你作为这种 当然要报警 就是第一 我觉得这件事情 女孩子常被质疑 说你干嘛收她两千块 你为什么跟她进去 然后你半退半就要 等等等 但是第一 我觉得她刚刚有一个 微信的截图 就是她已经问她朋友 说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她已经是 惊慌失措 就是说 她知道她要干嘛了 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这个部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我觉得 这就跟之前 我们谈李宗睿的事情一样 就是她说了 我不要 男人们 她说我不要 就是我不要 没有不要 就是要这件事情 我不要 所以呢 我觉得只要她说了这句话 不管她后面 你成功了 不成功 更慌的女生 我觉得女生后来 对她最好的一个惩罚 且不管这最后 到底有没有成功 就是说这个男孩子 她说 整个完事的过程 只有三分钟 她不知道 她到底发生了没有 我觉得这是 对 不好意思 我个人认为 就是对这位男记者 最好的一个惩罚之一 但是 男记者真是 是吧 是一面丧妓 但是呢 她说我不要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且不管这中间 到底是不是还有这种 阶级的上下权利的一个分别 就算是夫妻之间 这台湾有案例 夫妻之间 只要女孩子或男孩子 说我不要 就不干嘛 你讲的肯定是政治正确 但是我问你 你觉得你能理解这个女生吗 就是照她声称的 她被记者抢走她的身份证 据说这记者说有经验 说抢 拿她的身份证去开的房 然后呢 这个发生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微信转账 说强行转给你两千块钱 那这个女的也就点了 接收了 至少没退回去吧 是 她后来说为了报警 就保留证据 对吧 那么警方说也没有抓伤啊 这种行为 是吧 没有肉体抵抗的这种痕迹 你觉得这个女孩 当时的这种状态 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女孩子就 我可以理解的是说 大家会觉得 她应该在第一步的时候 就说不要 就从喝咖啡开始 可能或者是 你就觉得女友不熟 或者是你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尤其我们如果幻想为 就回想为 我自己是实习生的时候 肯定尤其是在媒体圈 多少的大哥大姐 看你很可爱 跟你讲说 又婷今天晚上 大家吃个饭 我介绍一些人脉给你 记者要的是不是人脉 我今天介绍 某某报社的 什么主任给你 明天再介绍 某某电视台的 什么主任给你 你以后想当主播 认识他们最重要 我觉得你非常的有才华 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 应该就从这些 哥哥姐姐们当中就走 你能不去吗 我意思是说 你刚开始都会觉得 是去 但是说把身份证给我 我开房 你能不去吗 这都是一步一步来 到了那边 她就说 当然我没有碰到 收身份证的事情 但是吃完饭了以后 你想应该要回家了 把哥哥姐姐名片 都交换完了 她接下来这一群 哥哥姐姐说 那不然我们再去喝个东西吧 这个今天 现在吃完才八点多 九点多 没关系 我们再喝点东西吧 这个不要说你不喝酒 那你是不是就 又半退半就 你又去了九点 这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身份证拿了 我去开房 然后到了房间 说上来 上来 上来 这女孩说怎么办 这记者给我开房 最后还是上水 那女孩子的 最后一个希望 她说她以为 进去跟那个男孩子 讲一讲 那男孩子会放了她 这是她后来的解释 就是我看了报道以后 她意思是说 她以为进到房间里面 她认为这个 她认为是 怎么讲 就证人君子的人 总是应该可以聊得了吧 就是我跟她求一下 她会不会就放过我了 那里面当然是牵械一个权力问题 有权力问题就很暧昧了 比方说假如是那个说法 我以为说好吧 敷衍她一下 上去房间 我总有办法脱身 可是中间要牵械到权力 她要人就是人 各方面的考虑 不要说两千块 就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 我不知道事情会到这一步 不至于吧 等等 所以其实重点在于说 你要提高大家 冒犯 还有被冒犯的成本 怎么说呢 当然说在我国外教育机构也好 媒体机构等等 因为前十年多以前 在很强调这个事情 权力之间的瓜葛 然后怎么样 培训 又有一个训练的 第一个通常组织里面 第一个 要成立一个部门 就算不是部门那么重要 成立一个task force 我们称工作小组 反正要焦急几个了 以后相关的事情 你们要负责 可能要注意 要有事情发生 要去调查等等 那等于是说 让员工知道 有专人 那个机构 在看这个事情 他成本高了 不会没网管 还有第二个 他有一些工作的守则 比方说 我以前说过 在美国的大学 他说 不是说你老师跟学生 不能谈恋爱 这是人权 可是当你发生了一些 比较接近的关系的时候 要报告给学校听 因为有权力关系 在里面 他就把他调开 你不要修他的课了 他说你不要教他了 然后说他学习生 OK 那他坦白讲 他可以追女生 我是赞美你成熟 OK 你可以不接受 OK 像他跟女朋友说 怎么办 假如你心中 没有犹豫的话 那干嘛又问人 就说我不去了 对不起 不用问别人怎么办 就跟那个上司说 不去 所以说 中间又把这个权力 瓜哥分掉 然后 员工也有这样守则 下俗的实习 也有这样守则 这样才能保障双方 不只是保障女 坦白讲 事情还在查 对不对 光是查 已经让南方 身败名裂 咱们就 女生也付了 这个后果了 咱们就期待 这个南方报戏 是吧 早日搞出一个守则来 是吧 我们也共同遵守 千千三年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就期待 咱们就期待 这个有一些男人是禽兽 是吧 这肯定 但另一些男人呢 也是禽兽加人 对吧 半瘦人 但是我觉得 为了我们这些半瘦人 就为了我们人的 这一部分 有时候男人也要小心 就禽兽不用说他了 我就说 咱们就是 有的时候 这个女人呢 也让我们很不知所措 你知道吗 很难搞 就是因为她有 她特有的生理和心理 当然我说这些话 可能某些女权主义 就要反对我了 但是我说的 比如说 怎么说呢 你说这个女孩 其实 因为案情 咱们得等警方 毕竟另一方面的事实 还没有公开 对吧 那么仅按照这个 女方申诉的来说 我觉得 我能理解某一种女生 其实生活里 也有某一种男生 这种男生 有时候也会被男的搞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种 是一种性格 你觉不觉得班级里 总有这么一个性格 就是说 你可以说 他有点怂 或者说 就是有点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班里 每个班里 都有一两个这样的 往往就容易 也给人欺负 就逆来顺受 哎呦 就是那怎么着吧 来一个厉害点同学 说给我打饭去 没有什么条件 那就就好像 就容易屈服于权力 屈服于恶 屈服于这个 这个暴力 就有这么一种人 特别是这个女孩 很就念念如如的那种 那是个实习老师 而且据说 这个成绩者属于 这个采访的时候 辞锋特别锐利的 比如说 对着一环保局的 为民请命 旁边的小学习生 看见 哇 这个记者 好厉害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就是 有些女的 有时候 有时候我听到 有些圈子里 你知道吗 就是 说这男的 就把这个女的 给办了 我听到之后 我是扼腕叹息 我说这个女的 杀到什么程度 我说这是个 这个男的 没有任何能力 没有任何势力 但是你知道吗 就好像说 睡了女演员的 往往是个副导演 或者说 他没有什么权利的 他就是吹 他都是吹牛 我说真正有权利的 是我们这种人 你怎么不找的 对吧 真能让你上节目的是我呀 不是他呀 经常我有时候觉得 早知道我跟宋星联络什么 那我们就要跟宋星联络 要看呀 心情要罚我 很多女孩太傻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接触不到 我们这种高层的人 你知道吗 他接触那小圈子 是我们这底下 一办事的男的 那人家 你要办事男的 说我能帮你介绍拍戏 我能帮你什么 那就真的是接触不到吗 就睡了 那那就真的是接触不到吗 对呀 你要 女的有时候 就要主动的 要上机靠拢 你知道吧 我们有机会先看到你 我们也是够不着 边长莫及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们再往下推演好了 那假如真的能够介绍人脉呢 他就不告强奸 是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案子 我说你刚刚说的一些 什么副导演啊 什么 香港最近就发生嘛 就有一个就说 副导演说要跟女生说 我可以介绍你拍电影 然后就睡了嘛 又被告强奸 那看这些新闻 我就想 假如后来有介绍到了 是不是不告 所以呢 重点在于说 当然事情要去调查 而且男女关起门来 就发生什么事 这是复杂的了 而那个权力 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属于女方的 当时受害的 比较容易受害性女人 可是事后 他可以是女方来解释 我说不要的 我说我是被逼的 但这个关系就显然 已经不存在于 只在房间里 就说显然就是这个 你情我愿嘛 那这个你情我愿当中 或许在房间里 并不见得是 完全的你情我愿 但是如果你说 就像您说 如果你真的介绍了 人脉什么 那你就让这个女孩子甘愿了 我意思说 整个关系 如果你要定位程式 用这种比较现实的 一些条件来做交换 那你也要达到 这个交换的条件啊 就像是 你就算跟性工作者 接触 你也要给人家钱 你不能不给钱 就走人 那这件事就不成立 强行给钱了 那就是强行给 那就是强行给啊 人家不要 照理你说 这不是他要的东西啊 又听我一定要讲完 不然我很容易被骂 好像我在说 女生这是自愿的嘛 你活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刚好相反是说 有些女性主义者 是说男生这样是不应该的 这时候很多论述 是不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不应该说 女生只为了获得某些东西 而上床 OK 意思是说 有些情况 她真的是被迫的 我说她没有那个技巧 做最后的拒绝 那这方面要训练她 还有让性别关系 权力关系更平等 是 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 有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说 女人可以为了性而上床 为什么你先假设 我是为了你介绍我演戏 介绍我这个那个 不是啊 就算是你说 你高高在上 有些基层的前线的员工 没有那么有魅力 有权力 应该是说 她没有那么有权力 她可以很有魅力啊 可以那个女生 对啊 她没有权力介绍我 给我好处 可是她有魅力啊 我跟她上床 可是我后来后悔了 我后悔不表示 我当初跟她上床 不是为了她魅力 所以我不是说 那个女生活该 绝对不是这样 我说女性主义者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尊重 不一定要假设说 女生就是为了好处才冒险 是 第二个是说 要人家有时候冒险 为了好处而冒险呢 也是在权力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出现的 我们要改变 改善这个权力关系 让女生不要那么容易 为了好处而冒险 是保护女生 你知道就是有些女权组织 女权主义啊 她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某一听挺难懂 就是他们这说法叫 女性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 你就理解吗 就咱说 我都不能完全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 她大概意思就是说 在某种情况下 这女性没反抗 就跟你发生了 她选择就这样 但是也不代表她情愿 你明白 就像这个女生说 我不是说 非得给你来一对决 搏斗 肉搏 我才叫强奸 我当时可能是怕了 甚至于 这个马老师 你现在讲的 真是文明社会的事 我就跟你说 实际上中国的 就是这个对于性方面的 常识的这个 这个开民制啊 太萌昧了 比如说 你像这个女孩 她说 她说我 我都不知道 这叫强奸呢 她说我以为强奸 都是月黑风高 或者来着拿把刀 她得把我打晕了 才叫强奸呢 她说我这个 就是跟她到酒店上了房 最后我也没反抗 她说甚至就是说 当然三分钟时间也太短了 是吧 她说就完了 我说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呢 她说我以为不是强奸 她说我 但是她确实是强来的 我不是情愿的 你明白 她对这件事情认知的这个状态 是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认知的状态上的一个模糊 所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也就会有这一步步的推演 到最后把这件事情全部结束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这个 基本的一个尝试已经出现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会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是她想的那样而已 但是你知道就有些时候 我就大概 你看我现在在那个分答 不是有时候给人玩一个回答问题的那个 还能收钱是吧 有个问题就挺有普遍性 我觉得我不收钱 在这公开可以讨论 其实你知道就是我因为闹不清女的是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有个小伙子他提问 他说涛哥你这方面对吧 我一直很崇拜你的建议 但是我碰到这个这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的前度女友 对吧 他又找了男人了 可是那天他突然回来找我 跟我吃完饭之后呢 也同意跟我一起去开房 他说但是就在床上 他说可是呢 折腾了一晚上 他只让我摸 他不让我更进一步 他说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走了 他说涛哥你说这个 我这前女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就是琢磨了很久 我跟你说 这几乎咱这个敞开来说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事情 几乎任何一个男孩子 包括我在自己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为什么只让摸不让搞呢 对吧 就是你说男人的思维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呢 为什么不能摸呢 为什么你觉得到了床上 不能只摸那一定要搞呢 对 我成熟 我成熟 我跟女性主义学了很多 于是呢 我就我对他的这个回答 也是跟又婷一样的 就是我就是说 我说这个女人心那海底针 你这个前女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永远你也不会知道 但是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对吗 就是让摸 咱们就好好的摸 对吧 让摸就很好了 很多光棍摸都没得摸 你要我甚至我跟他讲 著名的哲学家 萨特 你知道法国人著名之家萨特 萨特这个人 这个性能力并不行的 这是有名的 但是呢萨特很多女人 萨特那些女人都迷恋 他的一个绝技 你知道什么吗 抚摸 就说萨特的手 萨特很多时候 也不是上床就要发生那个事 他的特长就在于 这个手啊 撩摸 抚摸 很多他的情人都留恋萨特的手 就是这个 抚摸 所以我就说 人家让到哪个程度 咱就把这个程度服务好 把人家摸好了 对吧 因为没让到那程度 咱就别让到那程度 你就享受当下 人生也很圆满 对不对 三年轻微广告之后见 又婷你能理解吗 我的想法应该是 就是说女孩子可能在那一天 她的现任男友 总之她心里就空虚了 然后呢 她就希望能够找一个 可以弥补这个空虚的人 如果我出去找一个 花钱的牛郎什么 我觉得脏啊 出去一夜勤啊 就很麻烦很累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太不安全了 我感觉找个熟悉的人 我太了解你 我知道涛哥顶多 就算我叫你摸 你也只能摸 你不可能真的多进一步 就打掉你前渡了 那前渡来以后就 但是你说 到她是不是 她那个地方 就是我这个道德 到你真的要发生 真的越轨的事情 我想那女孩子可能又怂了 就是说在这一步上 我又觉得不行 如果你越轨了 我就不好跟我现任男友交代了 我现在跟你讲摸来摸去 我就跟男友 顶多摸 被发现也 摸可以跟 如果真的东窗事发 如果真的东窗事发 你说那摸有什么证据 那天我顶多就说 我接受大家 你能怎样 我就说大家就变 现在人就很爱 黑说成白的 我说你硬要 曖昧 因为越曖昧 我就越有转环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就那天想变坏 可是她又坏不到那个底 所以她就制造那个爱 家伙也是经常被这个女人的 默默的气得发疯 是吧 所以愤儿写 小时弯 龙头风味 改变形象 没有 这个当然是理由之一 可是我觉得 这样人提叫问题 已经很莫名其妙了 坦白讲 他可以有千百个理由 寂寞不搞 有些是技术性的 坦白讲 可能嫌你短 嫌你不好 嫌你以前表现不好 他说前女友 对不对 OK 也可能是心理上的 我怕你跟我上床之后 会重新爱上我 以为我们关系没有聊 OK 当然你可以 你这个网友 付钱给你的网友 可以积极一点 因为他很赞叹于你的手艺 想念 对 你的手艺很好 他觉得你的手艺 比你的其他艺术好 所以他可以享受 所以这种重点 问题不应该问 很丢脸 就像我们以前当编辑 会有作家投稿 我们退了稿 他不断问 为什么 为什么 直到答案太丑陋了 对 直到你难道 因为我直接说 对不起作家 你这篇写的太水了 难道某段 是说对不起 版面很挤 题材不合 难道你又我讲 你太差了吗 你那个 太三分钟了